一件比房价下跌 更可怕的事正在发生 千万别做房价的奴隶 耗外耗外 耗子费 又开始做腰了 耗子费 犹如不可见光的老鼠一旦露出脑 但总能引起一阵骚乱 近日网上盛传杭州买房药 耗子费了 并且这种本来暗箱操作的违规行为 现在被不少中介拿到台面上公开叫卖 下面是网上关于耗子费的报价和聊天截图 隔着屏幕 我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 对过房者满满的恶意 网上被热爆料的某热门楼盘 一个耗子中介有的报价30万 有报价50万的罪 高者报价达80万 这不是总房价加几十万 而是需要老百姓额外掏出几十万 在一些三四线城市 这些耗的钱的报价 足够他们全款买一套房子 给全款的情网里走 按揭的别的门口公积金都把车挪走 等买房比试量后 耗子费 已经把买房最后一次的公证都拿走了 大家对 耗子费 深痛误绝弹 为什么还会有人心里 MMP手上还给中介送 耗子费 那我们来看购房者自己算了一笔账 为了买到 宇宙红盘 荣幸创世纪 我打算去买 耗子 他算了一笔账 三万五千元左右的单 价一百余方 合计三百五十万加上六十万 耗子费 相当于单价四万一千元 每方还 是精装修 而周边二手房的挂台价 很多都已经在五万元左右一方了 想想去年我买了一套房 也花了二十五万耗子费 还是值得政府限价调控老百姓站的便 一并不打开发商 总是能想出各种法则 应对一个月打一个月挨新房限价就 出耗子费和限购钱比无非是一块蛋糕 多种分法可以说 耗子费 市政府 市场 开发商三方博一后诞生的 机型儿小时候的梦想 长大后都变成了买房扯点别的 年前许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 寒暄一阵 他终于说明了来意你的 工作不是和房地产相关吗 来帮哥们分析分析 房价蹭蹭的涨现在我还能买房吗 我大许 到你当年的最初的梦想不是 山河多妖娆岁月多静好吗 电话那头干笑了两生小孩子才谈梦想 我现在只想买套房 小时候那些牛逼哄哄的梦想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一结婚 这房子因为女人 需要物质基础做保证房子和 家庭是被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结婚 需要房子孩子成长 小孩教育都和房子妥 不了干系换句话说 我们人生大事 多数与房子有关 虽然我们感慨说房子取代了梦想 但我们都清醒了知道 正是因为房子让我们的梦想实现得更好了 给爱人温暖的小屋 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给父母安心的晚年 你看这些梦想不都正在慢慢实现 每当在留言区 看到粉丝们分享自己的买房时 致患时我心里总是暖的 在买房路上 能始终把笑寡在脸上心怀感恩的 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他们用自己的精力告诉大家 对于刚需手套房不论 何时买得起就应该及时出手 神仙才能买到最低那一刻 正常人往往是买对自己够得着的一刻 借助力不 是房价的奴隶 对于二三线买新房都必须交耗子费 查水费的时代 很多购房者都很焦虑焦虑 成了这个时代 最有话题度的词中介 刷屏的朋友圈告诉你 房价又涨了 每平几千开发商告诉你 全款优先 销售告诉你房源紧张 公众号上的文章告诉你 耗子费 查水费 又在兴风作浪 你开始振脚大乱的急问房产 大V某某的房价又涨了 现在还能进场吗 亲爱那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 你对这个城市了解多少 那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城市了解 并且热爱也就算 那如果真的 但凡投资实力 仍有自助的机会也就算了 否则的话 在房住不吵的政策导向下 你为什么偏要闯进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去做资产配置 打一场没有准备的账忙目的 跟随有可能会成为房价的傀儡 但不管你的选 才是远方还是眼前 不论政策导向如何买房 同时满足这三点一定不会出错 可自助 首先你选的这个房子 自己愿意屈住 其次这所房子能满足你 正常的生活需要 比如交通 超市等可出租 但凡你需要出租房屋的时候 不用空置太长时间 就能找到租户 并且租户所提供的 租金不被离市场价格太远 可出售 假如你需要出售房子的话 这房子流通性好 并且能在高于成本价的前提下 有人接盘 只有符合这三点 你的房子才有价值 而开发商口中各种 天花乱坠的诱惑 对你来说 都是虚无的东西 只有和你生活需求 直接相关的房子